《列王紀相》第十八章 后来,旱灾的第三年,上主对伊利亚说 你去出现在阿哈王面前,告诉他,我很快就要讲雨 伊利亚就去了,要到阿哈面前 当时,撒玛利亚的饥荒已经非常严重 引致阿哈召来负责管理宫廷的俄巴底 俄巴底是一个虔诚跟随上主的人 从前耶稣别企图灭绝上主的先知 俄巴底曾经把一百个先知藏在两个山洞里 每个山洞五十个人,他还供给他们食物和水 阿哈对俄巴底说 我们必须查看境内的每道水泉和山谷 看看能否找到足够的草 至少可以救救我的一些马匹和蕾子 于是他们把全地分成两部分 阿哈自己走一条路,俄巴底自己走另一条路 俄巴底正在路上走着,突然看见以利亚向他走来 俄巴底立刻认出他来,就在他面前腐伏于地下拜 问他,我主以利亚,真的是你吗? 以利亚说,是我,去告诉你的主人,以利亚在这里 俄巴底不愿意,就说,先生,我怎么得罪了你 你竟要我去死在阿哈手里呢? 我指着上主你的上帝起誓 王一直在地上各邦各国到处寻找你 每次人家告诉他,以利亚不在这里 阿哈王就强迫那个国家的王发誓 他说的话是真话 现在你说,去告诉你的主人,以利亚在这里 可是我离开你,上主的灵就会把你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阿哈来了,找不到你,就会杀了我 我这辈子一直都是上主真正的伏人 我主,难道没有人告诉你吗? 耶稀别想杀害上主的先知时 我把一百个先知藏在两个洞里 并且供给他们食物和水 现在你说,去告诉你的主人,以利亚在这里 先生,要试哪样做,阿哈肯定会杀了我 但是以利亚说,我只在我所事后的全能上主起誓 今天我必会出现在阿哈面前 于是我把底去告诉阿哈 以利亚来了,阿哈就出去见以利亚 阿哈看见他,就哭着说 真的是你吗?你这一个在以色列制造事端的人 以利亚说,我没有给以色列制造事端 你和你家才是在制造事端 你们拒绝遵守上主的命令,又去敬拜巴历的像 现在你要召集全体以色列人 以及耶稀别供养的四百五十个巴历先知 和四百个亚瑟拉先知 在加密山上来和我会合 阿哈就召集全体以色列人和先知上加密山 以利亚站在他们面前说 你们三心两意摇摆不定,还要多久呢? 如果上主是上帝,就跟随他 但如果巴历是上帝,那就跟随他吧 以利亚对他们说 我是上主唯一上传的先知 但巴历却有四百五十个先知 现在牵两头公牛来 巴历的先知可以随意损一头 把牛切成块,放在他们祭坛的柴上 但不要点火 我要预备另一头公牛 把牛也放在祭坛的柴上 但不会点火 然后你们呼求你们神的名 我也呼求上主的名 那降火点柴,作出答复的神 就是真正的上帝 所有人都同意了 以利亚对巴历的先知说 你们的人多,你们先来白 你们损一头公牛 预备好了就呼求你们神的名 但不要再柴上点火 于是他们预备了一头公牛放在祭坛上 然后他们呼求巴历的名 从早晨一直到中午都在哭着 巴历啊,应允我们吧 但是没有任何回答 于是他们在所捉的祭坛周围摇摆跳舞 大约到了中午 以利亚开始嘲笑他们 他饥饿说 你们应该哭得大声一点 因为他肯定是神 他或许正在做白日梦 或许正在方便 或许去旅行了 又或许睡着了 要别人叫醒他 于是他们哭得更响了 并且按照他们一贯的习俗 用刀剑刺伤自己 直到血流于注 他们狂呼乱叫了一个下午 直到献晚祭的时刻 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没有回答 也没有反应 以利亚大声对众人说 到这边来吧 众人就都祭涌到他周围 以利亚重收了已被拆毁的上主的祭坛 他取了十二块石头 每块代表一个以色列支牌 他奉上主的命 用这些石头重建了祭坛 又在祭坛周围挖了一条沟 足能装下十二公升水 他在祭坛上堆好柴 把公牛切成块放在柴上 然后他说 你们将满四大罐水 倒在祭物和柴上 他们这样做了 他又说 照样再倒一次 他们做完了 他又说 倒第三次吧 要是他们照他所说的做了 水流到祭坛的四周 甚至连溝里也满了水 到了通常献晚祭的时间 先知以利亚走到祭坛前祈祷说 上主 阿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 求祢今天证明祢是以色列的上帝 而我是祢的仆人 请证明我奉祢的命令做了这一切 上主 应允我吧 请祢应允我 好让这些人知道 上主 祢是上帝 祢已经使他们回转 归向祢 上主的火焰纳刻从天而降 烧掉了小公牛 木柴石头和尘土 甚至连溝里的水也烧干了 众人看见都苦福于地 喊着说 上主 祢是上帝 上主是上帝 以利亚下令说 抓住巴力所有的先知 不要让一人逃脱 众人就把他们全都抓住 以利亚把他们带到基顺谷 在那里杀了他们 以利亚对阿哈说 你去那些东西吃喝吧 我听见大暴雨就要来了 阿哈就吃喝去了 以利亚却爬上加密山顶 苦福在地上 念福在伤失之间祈祷 然后他对伯人说 你去朝大海方向跳望 伯人去看了 然后回到以利亚那里说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以利亚吩咐他去看了七次 到了第七次 伯人终于告诉他 我看见有一小块手掌般大小的云 从海上升起来 以利亚喊着说 快去告诉阿哈 登上你的马车回家去吧 你要事不赶快走 雨就会阻挡你了 杀时间天空乌云密布 一股强风带来一场可怕的暴雨 阿哈马上离开那里 往耶斯列去了 尚主刺及以利亚一股奇异的力量 他就把外婆促进腰带里 跑在阿哈的马车前头 一路奔到耶斯列城门口 我一路奔到你了 我都说你这事 看到你 想说你这事 下个阶段是需要吗 我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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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